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專輯的名稱是到 我整個專輯都做完了 到最後我才有的名字 原本不是這個名字的 後來又有別的考量 所以我又換了另外一個名字 但其實長春並不等於遺忘 它其實是一個暗徒生的童話的 其實一個名字 那我一開始看到這個 長春並不等於遺忘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一種被打動的感覺 那我也覺得我的這個歌 然後放在就是用這個專輯名稱 我覺得每一首歌 它其實裡面都有藏著一些 秘密跟想說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這一行字 就已經非常的有共鳴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生活在 就是在過生活 或多或少心裡面都有藏著 很多的秘密 如果聽了這張專輯 我覺得它會找到一個出口 可以讓它原本藏著的那個東西 被打開了 或是讓它重新再去想一想 那我心裡面藏著的是什麼 對 我覺得我大部分的創作 都是從生活裡面尋找的 那我比較 我的產量不是那麼多 是因為 我一定要自己經歷過 我才有辦法 感覺感受消化再寫出來 所以 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很有感覺的 你一定要先被感動 你才可以去感動別人 T&J收宅其實是專輯裡面 最後一首寫的歌 其實那個時候時間的壓力 很大約 就在等我這一首歌 那我原本是要寫有關於愛情的 就想說好 努力為了寫而寫這樣 那我發現不行 這四句我就是寫完都 感覺沒有太說服得了我自己 然後我就問我自己 我現在到底還在在乎的是什麼 我心裡面最有感覺的是什麼 就是告別這件事情 跟死亡這件事情 還不懂得怎麼樣很順的 可以放下 那好 那我就再把這個感覺記錄下來 其實會 很多人對於那個想念你會抗拒 就是好不要再想了 好不要再想了 但是我其實也不是沉溺 我只是很常會想起來 很常會捨不得 很常會難過 就是那個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很ㄍㄧㄥ的人 然後我就會覺得那個悲傷 在我生命裡面會拖得很長很長 因為可能你大哭幾天就好 但我就沒有 我的少掉大哭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悲傷就變得 太久了 那好 然後我就把這個感覺放在歌裡面 它其實也是一個療癒我的過程 寫出來你說出來 嗯 要邊寫邊哭 然後邊錄音的時候也是錄了很多次才錄好 所以 就真的很有感覺 所以可能過個幾年我會好多了 但我很開心我把這個感覺記錄下來 然後變成一首歌 而且 有很多人都因為這首歌很有共鳴 對不對 我覺得 一雷所仔的歌詞其實是很直接的 對 我覺得它沒有很淡 它對我來講很重 對 就是像 蠻口紅紅紅沒有想要說話 那個真的就是 你知道就是會有一種 我真的現在我不想講話 就是那個那個樣子 其實大家都有 那就是真的發生在我的生命裡面 就是我 我不想講話 你現在再多跟我講一句話 我就要爆炸了的那一種 對 然後就是 那個靈魂就是這樣 親手無分無體 就是你人真的在那邊 但你靈魂真的不知道飄到哪裡去 很想哭很難過 很想念 可是又不能說什麼 就只能想念 就好想哭喔 那就是比較直接 比較淺白的歌詞 對 我其實我都在練習 寫這樣子的歌詞 因為之前健騎老師都覺得 我寫的歌詞好像有點太難了 可能別人會要花很多時間才能理解 所以我自己也在練習 寫更多這樣比較簡單 然後比較直接的歌詞 對 那我覺得也是 對 因為想念就是很直接啊 它不需要多餘的太美的詞彙 來形容這件事情 嗯 我就是一個很瘋狂的人 對 就是 愛這件事情 嗯 愛情這件事情 我是那種很衝動的人 嗯 如果真的喜歡了我就是會 嗯 不顧一切 對 如果一方可能不喜歡我 我就會用盡一切的努力去 試著讓對方喜歡我 或者是 對 我覺得我就是會盡力到底的那種人 對 現在沒有啦 現在那個愛情已經變成親情了 親情了 現在就是 平淡這件事情 你要怎麼樣保持溫度 嗯 嗯 對 以前是那個很快水就滾了 對 我就是 我努力讓我的水滾 你就是很想要兩個人一直在一起 可能 嗯 不小心會給對方太多的壓力 對 那現在的 你問我我就會覺得 怎麼樣讓水保持在同一個溫度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而且它是不容易的 對 因為 你冷掉也不是 太滾了也不太對 是要學習跟努力的 嗯 太謝謝酸民了 因為酸民那時候這樣 我就才有瘦一點點 但是後來現在大家都對我好好 然後我就胖 嗯 對 我覺得我太樂觀了 我每次都是一點點 因為我知道還是有很多人 喜歡我 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們還是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 外表取勝的那種歌手 所以只要他們還可以看 我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要把歌唱好 我要還可以繼續寫歌 那我覺得外表是其次 只要真的不要太難看 我自己 我自己這一關我都還可以過關 但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對 你其實你想說什麼都好 那如果他真的說了我一句 他真的在電腦的前面他很開心 那你就開心啊 原來你的樂趣就是 喜歡說別人怎麼樣 但是如果這樣真的讓你暫時得到快樂 那就這樣那就算了 對 而且我覺得地球是圓的 你有一天 你說別人 有一天你還是會回到自己 那也許他曾經被人家這樣對待過 他想要 他也想要這樣對別人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是想得很開的一個人 所以我不太會在意 但是不那麼會被影響 買東西吃東西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 每次心情不好就會跟我身邊的人說吧 只要你願意說出來 事情就比較容易得到解決 因為自己才會鑽牛角尖 旁邊的人會給你意見 那個時候在說的過程裡面就可以得到一個 書解 排解 對 我覺得放在心裡不說 我覺得那個比較嚴重 所以我其實還蠻鼓勵大家 要學會求救 心情不好要懂得說出來 下一步嘛 我自己還蠻 因為自己現在有小孩了嘛 就會覺得很想做繪本的東西 可能那種 小朋友可以看 但大人也可以一起讀的 那種有聲的兒童的繪本 我的小孩很喜歡看書 所以我也常常念書給他聽 但是我以為可以想做的 這個時候會讓大家來一大一點 示範一下 我會想做一個字幕